之前的地震搜救 政府以及民間的救難人員 是投入總動員 包括了臺中市的特搜大隊 結束任務 在返回臺中之前 臺南市長賴清德 也特別送上了十萬元的 加菜金 也被退了回來 回捐給臺南市 社會局的地震專戶 儘管任務已經告一段落了 救災英雄們的愛心 仍然在發揮作用 帶著生命探測器 直奔重災區 為了救出受困者 每一分每一秒都不放棄 這次前往臺南圍貫大樓 協助救災的 臺中市特搜大隊 持續到搜救行動結束當天 才返回臺中 臺南市長賴清德 特別頒發十萬元 加菜金表達感謝之意 沒想到 特搜大隊回來兩天之後 又把這筆錢捐回去 希望說把這筆錢 再回饋臺南的災民 然後希望他們能夠 用最快的速度 把家園再回復正常 受災民眾的苦 第一線的救災人員 感受特別深 特搜隊員討論之後 以致決議 將這十萬元當作 台南重建基金 讓他們去做重建 或者是說 後續家屬的安撫的部分 來做一個規劃 我們覺得這個 比較有實質意義 特搜大隊帶回來的裝備當中 包括浮會床和瓷濟毛毯 這是陪他們在現場 恢復體力的重要工具 提到這兩樣救災物品 他們可是贊不絕口 因為他的空間很小 然後組裝又很簡單 然後變化又多 基本上我認為說 他這個設計真的很聰明 那幾天在救災現場的 由師兄師姐這樣協助我們的話 我們就是減少了很多 需要去做的後勤動作 搜救人員在最前線搶救生命 慈濟志工做後勤補給 任務結束 救災英雄還把家菜金全數捐出 都讓人見證愛的力量 大愛新聞李亞平李月維 台中報